接下来关心社会话题 花莲有一群斑旁爱分子 26号凌晨2点多 在国联五路有一间KTV唱歌 三杯黄汤下肚开始闹事 根本不甩道场的远警 其中有三个人当场被警方给保护管束 不料剩下的人继续地呛瞎 甚至还持力气追逐 根本把警方当成了空气 幸好最后是没有人受伤 当些队的警方叫嚣三杯黄汤下肚后 花莲大街上两派人马爆发冲突 警方到场这群人根本无视公权力 选手名字给我 回来回来 台湾中立廖哥 他现在要离开 不然谁管束回去 关心谁啊 你要叫嚣是不是 华莲警方当街压制管束三名姿势男子 华莲市二十六日凌晨两点多 在国联五路一间KTV门口 两派人马三杯黄汤下肚后 在大街上对呛闹事 远警到场双方人马还不收敛 根本把警方当空气 他就在那边吵架 然后这边走出来的人就在那边看 像我们一样看戏 然后他们就看了 他们在那边没你先 哦 然后就吵起来 哎呦打完 打完两球三球 为其中三人不听自止 明显酒后失控 跑至马路中央 持续大声叫嚣 警方虽立即上前自止 并以辣椒水 将三人予以控制管束 另外警方离去后 警方驱散闹事群众后 其中一名孙姓男子 再度持卸返回现场群仇 还随机追砍无辜路人 所幸无人因此受伤 原警在第二天 随即将这名孙姓男子 逮捕归案 证讯后依妨碍秩序 恐吓公众等罪嫌 移送地检署偵办 记得学历行欢迎报道